从黑暗到光明 从蒙昧到觉醒 从门荒到文明 前行的路上 人类创造了无数奇迹 但总有声音试图击垮我们 他们说不可能 小王子去嫁了 他们说没有语言 人不可能与动物心灵互通 挑战成功 没有支架 人不可能搭建天梯 矗立长空 人类极限是九层 漂亮 没有双腿 人不可能行走万克 我一辈子也没有看过 这么困难的挑战 没有桥梁 人不可能问顶巅峰 这已经不是极限运动了 而是人类的进去 把不可能的事作为可能 就是挑战不可能 他们说了太多不可能 挑战 天行剑 君子已自枪不息 向前挥洒汗水 去迎接可能 向前打破平凡 去创造可能 向前挑战极限 去超越可能 向前 唯有向前 才有更多可能 在魔力中成长 在荆棘中前行 人生是一场奋力一搏的旅程 用极致绽放 致敬 平凡的生命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挑战 不可能 第二季 荣耀回归 大破平凡 挑战极限 在那个地方承受的大气压强 超出正常人三倍 天哪 what was that 这么厉害 一点缝隙都没有 所以这才叫挑战不可能 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这不可能 这很棒 两千万亿 稀释的倍数太好了 这不是挑战不可能 这就是个不可能 平凡生命 极致绽放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 大型挑战励志节目 长安福特瑞界 挑战不可能 第二季 我是主持人 萨奔宁 欢迎各位 有请主持人 萨奔宁 在生活的道路上 我们永远都会碰到挑战 但是真正的生命的强者 将会征服这些挑战 继续昂首前行 在挑战不可能 第一季的舞台上 我们见证了太多 平凡生命的极致绽放 这当中有感动 有泪水 有狂喜 当然也有挑战 未能成功的遗憾 挑战不可能第二季 我们在全世界 二十多个国家 征集了全球顶尖的挑战者 他们将在这个舞台上 继续挑战生命的极限 接下来 我将为各位介绍 我们挑战不可能 第二季的三位嘉宾评委 他们是 睿智博学的华人神探 评判见证了 我们第一季节目的评委 李昌玉博士 欢迎李博士 人生没有不可能 只要你敢于挑战 周老 好 欢迎李博士 有请 美丽知性的著名主持人 同样和我们一块经历了 第一季挑战历程的评委 董卿 大家好 不可能还是可能 在生活里永远都不会有一个 现成的答案等着你 唯一的方法就是 去挑战 加油 欢迎董卿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位评委 有请及才华 颜值于一身的著名音乐人 第二季亲情加盟的新进评委 王力宏 大家好 梦想造就软实力 坚持梦想 挑战不可能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三位评委 欢迎三位 锐意前行 借由我定 挑战不可能 由全方位领先的七座SUV 长安福特瑞介 冠名播出 爆发真实力 无惧真挑战 挑战不可能 由核桃主领导者 真材实料的六个核桃 独家特约播出 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赶快拿出手机 参与互动问答 挑战闯关游戏 赢取丰厚奖品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挑战项目 是一个来自贵州山区的 普普通通的男孩 他会给我们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挑战项目呢 掌声有请 挑战者出场 我看到他好像带来了 跳绳是吗 是的 这就是他今天的挑战道具 跳绳啊 这个绳怎么跟我们一般 跳的绳不一样啊 这个什么做的 钢丝 钢丝绳 那不叫 还危险吗 对 哎呦 哎呦 很痛呢 你这哪是跳绳 你这是暗器啊 在你挑战之前啊 你带着他们稍微活动一下 好不好 好 跳绳有很多的方式 表灵给我们展示一下 他的简单的一个本领 呃 力宏帮忙数个数 好 我来数啊 我们先简单的跳个一百下吧 来 三二一 开始 数数 四五六七八九 这是一个 来 来来来来来来 到 到了 到了 哈哈 六红 感觉怎么样 哈哈哈哈 刚才是一百下吗 差不多 差不多一百吗 有有有有 对啊 有有有 差不多一百啊 你跳一百下的速度大概是 二十秒左右 二十秒 三位 请回到评委席上 王力宏刚才有没有被吓到 没概念 没看过这么快的 他本来要数的话 我是看那个绳子 结果发现 看不到 根本看不到 是听到一个声音 所以我觉得要数 可能就是从他的脚步数 对 他每一步是一下 对吧 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这可能都数不过来 速度太快 但今天要挑战的 除了速度 还有 掌声有请 我们五位 协助我们挑战的特别来宾 有请 二零一三年 五位 全国跳出大赛的问题 超级联盟 超级联盟 梦之队 要对抗他一个人吗 一个 你没有参加过 像他们这个联赛 一个来自广东 老家贵州的 普普通通的15岁男孩 今天他要挑战的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 请上道具 挑战规则 挑战者与五位跳绳冠军 比赛跳绳 双方同时起跳 五位冠军 接力进行 每人跳200下 而挑战者将持续跳1000下 每跳一下 点亮身后的一盏灯 若挑战者 先将1000盏灯 全部点亮 挑战 则为成功 挑战者 共有两次挑战机会 等于小林同学 一个人要挑战 他们五个人的 最佳竞技状态 对 因为跳到后来体力会下降 其实跳绳 体力上的黄金时段 是在200个左右 过了200个 人就进入一个耐力消耗期 所以他们是在用 自己最好的状态 五个人接连 去和一个孩子 去进行比拼 一个15岁的小朋友 来挑战一个 五人冠军队的接力 这个看上去就 很有挑战心 请挑战者进入挑战位 为了保证我们挑战的严谨性 我们今天还专门邀请了 三位国际专业的跳绳裁判 为我们提供相当强的技术保障 在这五个人中 一对一的话我有把握 但是五个接 我可能没有把握 我们前两棒都是比较快的 最后一棒也是比较快的 这个牌的话 会给小林造成一个心理压力 因为前面再快的时候 会形成一个冲击 后面再快的时候 对他体能极大的一个消耗 我认为 比较大的挑战 是在心理方面 面对这么大的一个舞台的时候 他会不会紧张 会不会确诚 我宣布挑战开始 预备 跳 明显快 他快他快 小林快 目前小林已经领先 小林已经到了一百五十下 他没有任何的浪费的动作 他的节奏非常好 这一面墙上的一千盏灯 我们分成了五块 小林已经完成了其中一块 二百下锅了 换了 小林现在在速度上 仍然还是领先 我们的另外五名冠军 另外的五名冠军 在挑战的过程中 目前达到了二百七十五下 小林已经三百下过了 小林现在是三百三 小林要合理的 科学的分配 他的体力和速度 小林马上就要到四百了 还剩下二十个 四百 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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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看现在 挑战者能否追上小林的速度 因为小林现在的体力 确实已经到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几点 五百下了 小林 已经过半了 我们的挑战者现在速度 好像也慢慢追上来了 还落后十个左右 换了 小林仍然在稳赴千计 他的失误率几乎为零 我好像真的没有看到小林中间停下来过 小林七百下 加油 还有最后三百下 我们的冠军队也在奋起直追 目前冠军队已经达到了七百下 小林快七百七了 七百八 七百九 八百 八百 好 加油 好 加油 小林还有最后一面 强 哦 肯定赢了 他的灯号很快就要到哪里天下了 太厉害 我的天 小林 加油 小林 加油 八百八 加油 九 八百九 八百 六百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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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停了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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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 陈晓琳挑战成功 太棒了 来 那我心跳加速 我干得都累了 血脉膨胀 陈晓琳一千个 最后用时 两分四十七秒 五位全国跳绳冠军的成绩 一千个用时 两分五十四秒 谢谢三位裁判 谢谢你们 辛苦了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五位冠军 感谢你们 参与我们的这样一个挑战的项目 谢谢 谢谢 拜拜 其实刚才啊 晓琳还是 隐藏了一些自己的 真实的在跳绳界的地位 就在八月份 晓琳刚参加完市井赛 来 低调地把市井赛的成绩 给大家说一说 两项世界冠军 两项世界冠军 刷新了什么记录 刷新了三十秒单摇和三分钟 三十秒单摇 还有三分钟单摇 把世界记录刷新到了三十秒二百二十二下 三分钟单摇 记录刷新到了一千一百下 现在这两项记录 由中国的这个十五岁的孩子 世界记录啊 捏在手里 所以呢 你说你得过什么全国冠军吗 世界冠军 她是没得过全国冠军 对 她是没得过全国冠军 好了 接下来 小林将要通过你们的稍后的投票来决定 她和她的跳绳能否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我在荣誉殿堂等着你 祝你好运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跳绳的呀 是2012年吧 她给你带来了什么跳绳 跳绳给我带来了自信 自信 对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性格腼腆 但是结束跳绳之后 我性格变得开朗 你今天是一个人来到我们 现场的吗 不是 还有谁陪你来了 爸爸和姐姐 来 掌声欢迎小林的爸爸和姐姐 欢迎 欢迎 各位评论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陈小二 是小林的爸爸 那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和她们妈妈在广州打零工 打零工 每天早出晚归 早上五点多就出走 到晚上十点过 正是更晚一些才回到家 回到家之后 孩子已经睡着了 都没时间照顾孩子 那你这一天跟你儿子 说不上几句话 对 小林在你的记忆当中 爸爸每天跟你说的最多的 一句话是什么呢 好好学习 你也不会主动跟爸爸去说一些什么 不会 那你心里的话都跟谁说呢 跟姐姐 所以姐姐比较了解 弟弟是什么样的一个孩子 因为平时爸妈都没有空 回来的也比较晚 都是我自己在照顾她 帮她洗衣服 做饭 还有她学习上的问题 我都会帮她解决 对 因为我本身也是跳绳队的 我们两个平时有空练的时候 都会互相地计时一下 帮忙计时 对对 小林已经是世界冠军 你对跳绳还有哪些目标 我希望多一点比赛 多拿一点奖金 孝顺爸爸妈妈和姐姐 赶快抱抱父亲 表示你的爱 谢谢老师 我觉得今天小林的挑战 首先这个挑战的项目非常棒 而且你的故事也让我们感受到 你的手上的这一根小小的跳绳 让一个自卑的孩子变得自信 自强 这样的精神 真的让我们感动 所以今天 陈晓霖同学 能否进入荣誉殿堂 我们的决定是 能 谢谢老师 谢谢各位 小林带着你的爸爸和姐姐 进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荣誉殿堂 一根简单的跳绳 不仅给陈晓霖带来了自信 通过她的自强不息 更是在国际的舞台上 收获了令人惊喜的荣耀 让我们欢迎 陈晓霖进入荣誉殿堂 那么接下来 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这位挑战者 虽然他从事的是一个特殊的行业 但他仍然是我们身边 一个普通的年轻人 掌声有请下一位挑战者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大家好 我叫李海峰 来自甘肃消防总队 是一名消防战士 应该算是一个老战士了 是一个老兵了 我当兵已经17年了 哇 我到过武警大学去讲过 课他有消防系 对 就是他们都是火灾调查了 救灾抢险了 对对对 包括地震 是的 很多这个自然灾害 牺牲 热业在那里去救闲 非常非常伟大 非常伟大 谢谢 那你今天来挑战什么呢 我挑战的是一个破拆工具 它叫无耻剧 主要是切割方面的挑战 切割和破拆 这个概念你知道吗 王力宏 我大概知道啊 但是我这个无耻剧 我没见过 无耻剧 你不是没见过吗 我见过 我见过 我让您再见一下 来 上道具 无耻剧 这个 像唱片一样 它就相当于 它是跟有耻剧对应 没有耻的 我以为 它的长度有无耻 长 我们再给他拿一个无耻的来 我以为它是很长的一个句子 你来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来 李虹 这个得有个二三十斤 真的假的 哇 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 你刚演出来的 我没有 我哪是那么夸张的演员 你太夸张了 也挺重的 李虹 你刚才已经看到了 他抓起来是特别不容易的 要控制他的精准度 所以今天他要挑战的 就是精准 接下来我们现场做一个实验 大家看 我的这个卡片 如果这一张卡片 比如说 来 我的好朋友 我的一位好朋友 来 被压在 被压在了这个钢梁下 来 接下来 你把这个卡片锯开 来 我们先进广告 我们先进广告 我是打个比方 我们就知道 他的这个挑战难度 能做到吗 这张卡片 可能也只有0.51毫米 可能是不是 这张卡片一毫米 差不多细一点 钢丝也就这个规格吧 是的 是吧 是的 就是你的 你可以 你可以只剧断 这个一毫米的卡片 而不伤到下面的皮肤吗 可以 但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这一张卡片 你要固定 对 我只是开个玩笑 这个实验是没法做的 因为现在 这个条件不予 我们可以把它固定 绑上不是吧 我们不能固定 今天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挑战的安全性 我们不会拿这个人来做 当然 做道具 我们专门设计了一组道具 不过这组道具足以震撼到 让你感受一下我们的消防战士 手底下的功夫 来 上 刀具 哇 挑战规则 挑战者将站在挑战道具后面 用五尺锯 用五尺锯锯开顶部钢板 在看不见的情况下 仅凭感觉锯断灯泡顶端 直径仅有两毫米的钢丝 并且保证灯泡完好无损 在评委指定的三根钢丝中 成功切断两根钢丝 即为挑战成功 挑战者 共有两次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请三位评委 将这十枚灯泡调高 它下面这个是一个活动的台子 能调高 上升 贴着这个钢板 在这个有效距离内 你们来决定 让灯泡停留在什么高度 来来来来 下来看一下 挨着 完全挨着 玻璃灯泡 您到旁边 先稍微等我们一下 我们来做准备 这个准备过程 你最好回避 我们不要让它看到 每一个灯泡的位置 太近了 有的在灯泡当中 有的偏一点 偏一点就有问题了 很难的 灯泡跟钢丝 是完全挨在一块的 小萨 我注意到一个问题 这个钢丝和这个灯泡 几乎是一点缝隙都没有 所以这才叫挑战不可能 可是你要把它切断 它就会碰到灯泡的 它一定 它碰到了就挑战失败了 可是你这个 因为你已经贴在上面了 你要把它切断 它就会碰到灯泡 我们就这么狠 那个铁丝和灯泡之间 真的连0.1毫米的缝隙都没有 控制那个力去接触 两毫米的一个物体 让它在瞬间 断裂而不伤及下面的 这个灯泡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讲 不可能 你可以站到后面 它的挑战位置看一眼 根本看不见灯泡在哪儿 你如果站到台上的话 它待会儿拿着锯子 根本看不见 完全看不见 因为那个锯子 刚好把这个缝塞住了 完全看不见 对 没办法 锯子刚好把这个缝塞住了 所以它完全是盲切 从后面站 它也看不到那个灯泡跟钢丝 它完全是靠听觉跟手感 才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 不可能的事情 相当于盲切 看不见盲切 明白了 再加上它不知道高度 所以这个难度可想 继续把它抬起来吧 来 直径两毫米的钢丝 与灯泡紧紧地贴合在一起 几乎没有缝隙 而且灯泡顶部为钢板遮挡 挑战者无法看到切断钢丝的位置 只能凭借手上 无尺区的触感来盲切钢丝 这不但考验挑战者的臂力 更是对它精准操控的极大考验 我们这十个灯泡 我们这十个灯泡现在是随机选的位置 对吧 我们再从十个灯泡里 让三位评委用抽签的方式 摸出三个号码 他只要聚这三个就行 李博士先来 来 把李博士 董卿和丽红 选择的三盏灯泡点亮 点亮 好 挑战者李海峰 请进入挑战区 现在三盏灯已经亮起 我们还要有请挑战者 戴上安全防护用具 准备好了吗 准备完毕 准备完毕 挑战开始 加油 大家保持安静啊 保持安静 准备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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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钢板中有一层铁皮 是为了让它不看见灯泡 它的冲击力非常地强 也不太敢看这个画面 六号对 四号和六号还剩下 我的天我心都当嗓子眼了 三个钢板中有一层铁皮 五号 四号 四号 六号 两个线 三号 今天这个挑战 是我以前从来迷到过的 这个设置是第一层只是一道分 第二层又不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 完全没有可能性的一种挑战 没事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加油 这真的是头发丝之间的距离 那么脆弱的一个灯泡 它就给整个的挑战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和悬念感 你现在知道这个挑战的难度了吧 我连汗都出来了 我觉得 这个真的是 真是 我觉得毫离之差都有点 都形容得有点大 这真的是半根头发丝的距离 我觉得 因为这个分析影响了我的判断 前两次完全是一再摸索 导致两次失败了 海峰 再来一轮 再来一次 好 加油 加油 我们请三位评委随机选三个号吧 一号 十号 就八 八号了 一号 八号 十号 亮起 消防战士 李海峰 第二轮挑战 开始 加油 加油 由于三个灯泡高度不一 挑战者每切一个灯泡都要全神贯注地 重新感受无耻聚的触感 这对挑战者的臂力和精神都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第一次挑战失败 消耗了李海峰大量的精力和臂力 还剩最后一次的挑战机会 他能挑战成功吗 这本来就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有太多不可控制的因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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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的時候是靠得很輕 就知道他的這個無齒劇是多穩的 但是覺得這個非常不簡單 過了 這次非常地小心 太棒了 一身的汗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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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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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情况呢 这个小孩把戒指套到手上 取不下来了 手指头特别重大 长时间不取下的话 会导致手指头坏死 然后我们就进行切割 第一个器材呢 是利用钢筋塑断器 是没有切断的 因为太小 第二个呢 是用手钳和锯子 也没有办法 最终我们确定是无持续 就是切的时候 有火花会产生火花 我们就用毛巾给它包裹 就防止火花烫伤到它皮肤 切割过程中呢 会发热 我们不停地给 它的戒指上面浇水 降温 最后把这个戒指取下来 成功地保住它手指头 多大的孩子 16岁 这个16岁的男孩 我相信 他会一辈子记得 这些穿着 对 他感谢 消防服的身影 这消防战士一辈子 真的 是 像你这样 长年在外 这样执行任务的话 那你成家了吗 我成家了 抱歉 我问再多问一句 有孩子吗 有孩子了 多大了 两岁 那也正是需要你照顾的时候 孩子还这么小 对 我们消防部队 就不光是拿我来说吧 每个战士 都是24小时之情 面临着 顾国顾不了家 就拿我来说 四年 结婚四年了 借我爱人 没超过二十次 也就是每年 也就五次的见面机会 是 是 孩子呢 孩子 就是说 有的时候他都快不认识我了 你不想他吗 我想他 有的时候我们就是通过手机的视频 视频 可以视频 可以喊爸爸了 有的时候我是这样想 就是我们工作 我只能说是把我的工作干得更好 在救援当中救出更多的人 这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一份回报吧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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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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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叫什么来着 豆豆 叫豆豆 来 掌声送给豆豆 还有豆豆的妈妈 豆豆 我替你抱她一下 你俩拥抱一下 好长时间没见 就是 好了 跟我走吧 我看到那个海风一下子 看到你 你抱着孩子出场的那一瞬 那个表情 那真的是男人的那种 最柔软的那个情怀 一颗心就融化了 对 就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我想问一下爱人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文杰 王文杰 对 王文杰 你们有多久没见了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见过 有一个多月没见了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 你是 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 是歌唱演员 真的 我们俩也是因为一场晚会 他当时也是表演那个无耻剧切割 但是 嘉宾 对 是嘉宾 晚会的嘉宾 当时就是因为我的节目在他的节目后边 所以当时看到那个现场 然后感动了 感动了 然后我说 难道身边真的还有这么英雄的人物吗 所以我就追到后台向他要的电话号码 哇 还是你去追的他 对 后来就是你们俩就是开始认识了之后 也是你比较主动吗 一直给他打电话 他是经常我们俩见不了面 他们请假很难的 当时他是在白营 然后我就一个月 然后可以这么说吧 风里 雨里 雪里 各种的天气 然后都去找他 就比如说孩子出生 像现在这么小 这都是你一个人在待吗 都是我一个人 他平时很少回家 从孩子现在是两岁了 他整整陪孩子的时间可能不到一个月时间 你这个时候有没有偶尔也有过后悔 或者也有埋怨的时候 嫁给他的时候 我就做好所有的准备了 知道君嫂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了 海风 你是不是应该给媳妇一个大大的拥抱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 这一切震撼我们心灵的一种技能的展示 都是源于他内心最深的这样一份责任 我觉得让我感动 真的让我特别特别感动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 灾难发生的时候 我们在撤退 他们在往前冲 当我们能够转危为安的时候 是因为他们一次又一次 临危不惧冲在了最前面 所以我想要向你们致敬 像你们这样一种 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为了社会的这样一份责任 一份使命所付出的一切致敬 谢谢你们 所以对于他能否进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已经毫无疑义了 我们的答案是 一起来吧 好 能 咱们掌声有请挑战者 李海峰进入荣誉殿堂 一个普通的消防员 时刻谨记自己内心深处的责任 李海峰通过不懈的努力 练就了非凡的记忆 挑战了不可能 他的记忆将给未知情况下的人们 带去更多的希望 让我们欢迎李海峰进入荣誉殿堂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赶快拿出手机 参与互动问答 挑战闯关游戏 赢取丰厚奖品 接下来掌声有请 我们的挑战者 一位警戒神探 出场 大家好 这个是挑战者 大家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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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挑战不可能 你们好 欢迎 欢迎 神探好 我叫李温甫 来自于厦门市公安局竞权队 训练竞权42年 42年 今年60岁 这是我的爱犬 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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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草一样的低调 您觉得什么样的名字 是高调的 高调说王子啊太子啊 王力宏啊 这说错了 他是属于哪一种警权啊 他是一个专项的血迹搜索权 主要就是在命案上应用的 就是宋大的杀人案 哦 有一些案件过后 犯罪嫌疑人可能会对现场进行清理 他破坏掉了他在现场作案的时候留下的很多证据 包括有的时候在室外发生的案件 比如说如果案件发生完了下了一场暴雨 是吧 现场的血迹啊有些东西可能会被破坏掉 他可以找到已经被暴风雨冲刷过的血迹 对了 是吗 对对对 这个很了不起 就是在人类用肉眼用我们的感官已经完全找不到的那些血迹 找不到 一切都找不到的 哇 哇 太厉害了 李博士 今天这道题目我听说是由您亲手打造的 对 为什么 这草根 听说有很强的绣角 通常一般的警权呢是人类的四百倍 听说它有好几千倍 几万倍 好几千倍 几万倍 今天我们要挑战极限 假如我滴几滴血 草根一定会找到 他一定能找到 我要 就是所有的警权都不能找到的 嗯 假如草根能找到 那他就是挑战了极限 世界上最厉害的一条狗 那李昌毅博士是知道 凝权是可以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他一定要超越 在这五十几年当警察的这个认知 草根不见的能够超越 接下来 由李博士要带领一个科学团队 来共同完成他们精心设计的这个考题 掌声有请 哇 我的天 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行事科学技术学院的贾成军 钱尊磊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9医院检验科的金兆佳 张晓萌 共同组成科研团队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我们的挑战准备 首先在现场我要征集一位志愿者 志愿者 为我们献血 要给血的 我可以的 我也要加入这个行列 感谢你 谢谢李昌 不客气 我还没说完我们的要求 我们需要一位女性的血 开玩笑 为了公正的原因 他们两位要离开之类 因为一旦这个血液抽出来 草根在现场 她的嗅觉就会接触到 所以 为了让她完成后面的挑战 不至于现在受到干扰 我们有请李警官带领草根 到我们的第二现场 进行等候 好 稍后见 大会见 好 好好休息一会 待会有你忙的 现场 现场 科研团队将抽取 王力宏中指的一滴血 作为样本 现在我们已经从李红的手指头尖上 取到了她的血样 这个大概有多少 70微升左右 70微升 对 就还不到一毫升 离一毫升很远很远 现在王力宏成为了我们的目标员 为了不影响操作 我们将王力宏 请回到她的评委席 接下来 我们就要请贾教授 往水缸中 先注入五升的水 一滴血 是等于0.05cc 很少的 给它先放成五个L 一滴 变成50万滴 你根本看不见 接下来就要见证的是 新医生 往五升水的水缸里 滴入一滴 王力宏的血液 进行稀释 哇 哇 哇 看到没 还能看到 在这儿 像水母一样 水母 水母 水母最后渐渐消散 归于大海 给它调一调 这完全就看不见了呀 所以现在 李博士 蒸的水 王力宏的这一滴血液 进去以后被吸湿了多少倍了 这一滴通常是0.05cc 50万倍 这个就是一场狂风暴雨的意思 现在的一个CC血里面 那个平均只有一个红血球 所以很少了 但是现在用我们的测量的工具 还是能检测出来吗 应该 这个是我们在公安实践当中 经常使用的一种测试 人体血液的湿纸条 当我们进行检测的时候 如果在试条上面出现两条线 就是在C区和T区分别 各出现一条线 就说明我们被检测物 是含有人体血液的 如果只出现一条线 只在C区出现 T区不出现 那就说明我们的被检测物 不含有人体血液 或者是血液含量极低 以至于无法检测出来 那接下来就请您用试剂条 来帮我们测试一下 这五升水里面的血液 现在还能否产生化学反应 我们平时在做训练的时候 在稀释的时候 没有做的这么严谨 它就是做的比较严谨 而且带着针头一滴血下去 张大夫要从这个纯净水里 提取一些不含血液的水 然后同样用这个试剂条 做一个比对 下面我们把这个试剂条 放在里面进行检测 只要这个试剂条 能够检测出人血的含量和成分 它就会显现出两道杠 咱们看到这个试剂条上面 在检测区出现了一条带 其实由于血液含量比较低 所以它这个带也会比较浅 因为确实西式的倍数太大了 它已经到了它这个试验的 最后的限限 极限了 极限 再加二十升 哇 那里边呢 雪球很少了 而且细胞末都会破了 根本看不见 王力宏的血液在里面 已经被稀释了五十万倍 现在还在不停地往里加入纯净水 已经二百万倍 完全是清澈透明的水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你那一地血在里面 二百万倍啊 对 太稀的时候 做DNA也做不出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看到这个上面 只出现了一条带 也就是说二十升水当中的血液 含量已经极低了 我们没有办法检测出来了 人类的技术到这儿就止步了 停止了 停止了 这是我们的科技的极限 极限 可是狗狗能够达到吗 一般的狗狗不能达到 对呀 所以这个来挑战的草根 能达到吗 今天的草根 能达到吗 实验当中 我们也做过血液稀释 但是能够稀释到这么多倍数 从来没有做过 所以我们就拿这个去挑战草 没有 还不是 还 什么意思 还不是 这个只是两百万倍 还不够稀 五升 五升不够那就二十升 二十升不够 我觉得天哪 这是要干什么呀 要挑战不可能吗 你这仪器已经测不出来了呀 是啊 我们要更进一步打破世界记录 哦 上道具 还有道具是吧 还有道具 上道具 哇 哇 哇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 这是 哇 这个道具 最厉害了 消防车 哇 我们要拿一滴水 加到 一滴水 一滴已经被稀释了两百万倍的血水 加到 加到整个消防车的车水箱里面去 谢谢 李博士 我以前是崇拜你 现在我开始害怕你 害怕我 你不是一般的人 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呢 原来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我能问一下 这消防车的这个水箱里是有多少生水吗 我们问问 我们问问消防员们 消防同志 十吨 多少 十吨 十吨 天哪 十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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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度大 太大了 二百万倍 在一万上就进去 两千万亿 不是两千亿 两千万亿 我的天哪 挑战不可能 我觉得这不是挑战不可能 不是那个狗怎么得罪过您还是怎么着 您 这不是挑战不可能 这就是个不可能 天下没有不可能的 那来吧 来来来来吧 车都开来了 来吧 来 用四管抽二十生里面那个有血的抽一管给我 带有二百万分之一王力宏血液的这一小针管液体已经到了李博士手里 在这边 我看李博士滴多少进去啊 大家注意 真的是一滴啊 这一滴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消防战士 开启我们消防车的循环系统 搅拌消防车里的水 我问一下班长 咱们这个循环系统大概多长时间能够把整个消防车里的水循环一遍 大概五分钟 为了更充分的让这一车水和刚才滴进去的这一滴液体融合 我们决定把时间提升一倍 十分钟 开始了 我要等它翻腾起来 快一点 这才像 这才有了 现在应该有了 现在这个循环状态对了 现在开始计时 以这样的状态让它循环十分钟 十分钟过后 刚才那一滴溶液应该就能与这十吨水完美地融合 这真的是我们有史以来 挑战流程最为复杂的一项 这才像 好 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 五分钟 五分钟 我们还剩下五分钟的时间 还要五分钟 可以了 我们让它彻底的搅拌 稀释了两百万杯的血水 在科学仪器上达到了极限 已经无法再检测出来 而循环在消防车里的一滴 两百万杯的血水 早已消失不见 挑战难度 突破人类血迹检测极限 大家再稍微耐心地等待一会儿 等待一会儿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消防车里已经没有王力宏的血液了 我不相信它会成功的 我不相信它会成功的 七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停 停止循环 我们现在已经相信这一滴 王力宏的两千万亿倍的血溶液 没了 已经现在遍布整个消防车了 再拿个干净的两杯 好 从里边取出一杯 两千万亿倍的溶液 用稀测的血 我的天 剩下了去救人了 两千万亿倍 我的天 地球上目前没有这个科技能 没有这个科技 没有仪器能做了 两千万亿倍 我给大家形容一下 相当于在中国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我们放一颗直径七厘米的苹果 让这只狗狗给我找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该让草根来了 到底会怎么测试草根 还没有完还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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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上道具 上道具 我的天 今天这个挑战项目 也是我有史以来见到的步骤最多 最为复杂 设计道具最多的一个挑战项目 拜托导播 把咱们挑战者那边的信号切掉 因为从这开始就别让他们看到了 切断 等待去挑战者 李维福警官和好根的观看信号 请 挑战助手 哇哦 我的天 天哪 接下来李博士团队将制作蜜蜂样本 15位挑战助理手中 都有一个用蜜蜂袋蜜蜂好的金属箱 另外还有两位挑战助理 一位拿着16块铁片 而另外一位挑战助理拿着目标盒 首先科学团队将制作三个浸染过王力宏血液的铁片 9号 13号 8号 王力宏选择的铁片 将作为草根锈炭的目标样本 而另外两个铁片 则成为草根寻找的目标样本 挑战助理将两个目标样本 和其余13个只浸染过消防车原水 但没有浸染王力宏血液的铁片 随机放入15个箱子当中 所有的手提箱均已制作完毕 请挑战助理统一观箱 有请我们的贾教授和金医生 带着刚才王力宏选出的那个样本盒子 和我们的三位评委 以及挑战助理一同一步场外 真正的挑战将在场外进行 场外一字排开了15辆汽车 这些汽车就是我们的挑战的 终极道具 现在我们来到场外了 现在我们现场有15辆车 为了保证严谨 手提箱的顺序完全随机打乱 15个箱子再次被打乱顺序 挑战助理将箱子随机放入15辆密闭的车中 经过重重设置 想要找出浸染了2000万亿被血水的两个铁片 就如同大海捞针 挑战难度已经突破极限 草根能否从15辆车中找出稀释倍数 高达2000万亿被的两个铁片呢 我们谁都不知道哪一个车子里面 有这个王力宏的血液 我觉得这就是挑战不可能 接下来现场准备好了 我们有请挑战者李维福警官 带着草根来到场外 草根加油 严重的时候心里是没有 也是蛮紧张的 挑战开始前 草根要先对稀释掉2000万亿被的样本血液 进行锈探 确认之后 草根将对现场的15辆车进行搜索 若能找出董青和李博士指定的目标血液 极为挑战成功 稀释了2000万亿被的血水 连现代仪器都无法检测出来 更何况两颗浸染了2000万亿被血水的小铁片 这样突破极限的难度 只有一次挑战机会的草根 能挑战成功吗 您和草根准备好了吗 trois 分析 苏根准备好了 挑战开始 好嘞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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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奋了 草根兴奋了 憋了半天 搜 搜 搜 好快 搜 都没有 很专业 搜 搜 高兴 搜 搜 搜 来 搜 确认吗 心里是没有底 50万倍极限了 仪器都找不到的 二百万倍 我们没有办法检测出来了 人类的技术到这儿就止步了 这个只是两百万倍 还不够稀 消防车 练行金刚啊 我的天哪 消防车有十吨水 十吨 十吨 天哪 两千万亿 我的天哪 挑战不可能 这不是挑战不可能 这就是个不可能 难度大 太大了 我不相信它会成功的 确认吗 我看见李警官举起了手 您确认是八号车吗 您才确认 好 李警官确认了 第一个目标车辆 八号车 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站到车前 锁定八号车 好 挑战继续进行 好 松 走 二 松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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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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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在最后一辆车 十五号车的时候 草哥再次向他的主人示意 他找到了目标 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锁定十五号车 坐 我们的挑战到这里结束了 现在八号车 十五号车前面 站了两名挑战助理 我们有请 八号车的挑战助理 和十五号车的挑战助理 取出手提箱 也请我们的挑战助理 将手提箱带到 我们的评委席 我们即将当着三位评委 和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块 进行验证 好紧张啊 李博士您亲自来吧 犬类的嗅觉 究竟可能会灵敏到什么程度 这个数据可能在今天 会重新书写 开了啊 看看 交给我们的镜头 两千万亿 我们没有办法检测出来了 人类的技术到这儿就止步了 两千万亿 到这儿就止步了 止步了 仪器都找不到的 我们没有办法检测出来了 人类的技术到这儿就止步了 仪器都找不到的 第一个三个成功 三个成功 第二个李博士 让王力宏自己来 看到第一个被他找到了之后 一方面是高兴 但另外一方面又增加了一种紧张感 因为如果那百分之五是不成的话 他这次挑战依然是失败的 牺牲了一滴血 为了科学的一大步 只有两个全部找到才算是挑战最终成功 两千万亿 我们没有办法检测出来了 人类的技术到这儿就只顾了 一切都找不到的 只有两个全部找到才算是挑战最终成功 挑战挑战 太了不起了 我们见证了一个 了不起的历史性的时刻 草根 太了不起了 经过了前面那么多的准备工作 经过了如此繁复的每一步的实验的步骤 最后我们确认了 草根在这样极限的环境下 他能够通过他的嗅觉分辨出 被稀释了两千万亿倍的黄丽红的血液 挑战成功 好 谢谢 为了我们的更加公平公正的来展示给观众 我们接下来有请剩下的十三位挑战助理 统一打开自己的箱子 然后统一接掉上面的我们的标志 哇 震态 十三个箱子全部确认 无 唯独在当中的这两个写着有的箱子 被草根一次找到 挑战完美 李博士 你感觉怎么样 您设计的这道题 太厉害了 今天是大开眼界 所以今天 李警官跟草根两个是 真正挑战了不可能 所以非常非常值得赞扬的 接下来李警官 我在荣誉殿堂等着你们 祝你们好运 你以前有没有找到一个像草根这么厉害的 各不同 十九岁的时候开始从事这个专业训练 他们是做追踪啊 鉴别啊 所以你也是培养各种各样的 对 草根它是在伊南米岸上应用的犬 像一条这样的井犬 从训练之初到它可以执行任务 大概要多长时间呢 去一条好的 最低最低得要两年时间 那草根参加过多少起案件的破获 草根来讲它是个新犬 但是来讲它破案是去年底 11月3号 有一起杀人案件 一个男的杀了两个人一死一伤 警察发现到他有嫌疑 最后到他家去 墙角地方捡了一把堂皇刀 把堂皇刀带回技术部门去 另外呢把他的洗过的衣服也带过来了 找不到丁音把我叫去了 我当时带着草根 在那去以后呢 那就说最后把衣服和刀子分别放到车里边 放一个衣服的 这个是一个形式20部车 放刀子那个也是20部车 我带着草根再收 草根收到放刀子那部车的时候 马上就反应了 那收到他后20部车的时候 衣服上也反应出来 有血液气味残留 最后技术部门把这把刀子给拆散了 发现就在罗文里头 找到一个死者的细胞 其实您今年已经退休了 退休了 但是是不是还会继续训狗 退休在工作上是终点 但在研究上来讲 我觉得还不是终点 我认为是开始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通过我的训练 我要研究出来 我的犬究竟节点在什么地方 我希望把我研究的东西推广出去 让更多的草根 在现场发现更多的作用 这是我终身的想法 很可惜 我们这个挑战只能是一次 所以只能今天来挑战的 就是你带着草根来了 我们没法看到你更多的 其他你训练出来的那些 英雄的警犬 还有一条痘痘 痘痘它是连续三年 会评为攻勋犬的 但是它在一次训练当中 受伤了 后腿跨关节脱臼 手术了三次 这是痘痘 这是手术 最后一次手术的照片 现在怎么样了 现在恢复的还可以 那就是痘痘 可以 这是痘痘 爱 好 来 痘痘 来 痘痘跟草根很像 大家好 我是李维福的女儿叫李倩 欢迎你 在你眼里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对犬比对我和家人还要好吧 然后对我比较苛刻严厉 很少和我说感性的话 唯一的一次就是 在痘痘受伤的事情上 每一天 他都会给我打很多的电话 发很多的信息 虽然内容全是围绕着 痘痘的精神状况 身体状况 第一次让我感觉到 他有感性的一面 这个是让我觉得 蛮有感触的 其实我来讲呢 很对不起 对不起他 因为年轻的时候来讲呢 就是在从事竞选之下工作 原先在搞教学 当辅导员 带学生 所以带学呢 有的时候来讲呢 基本上就是说 忙于这个学生的训练 小的时候 我也很少去照顾他 所以说呢 家庭的事情来讲呢 就料给我的太太和他了 有的时候确实是做得不好 今天这项挑战 真的非常非常难 难得超乎想象 你的感受是怎样 我当时泪标了 我觉得 我觉得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我真的是看见 我父亲所付出的努力 都在这一刻展示给大家了 因为当时很多人 都会觉得不理解 但是事实上呢 的确现在每年有 通过血迹搜索犬 每年有三千多起案例 都是侦破了的 然后我父亲在今年的三月份 也获得了公安部颁发的 2015年的 优秀技术人才一等奖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今天非常的骄傲 那现在爸爸要退休了 李倩未来怎么打算呢 我会一直默默地陪在他的身边 然后陪他一起研究血迹犬 我希望爸爸你可以继续挑战 下一个人生的不可能 退休并不是研究的终点 好 那我想今天 李警官和他的警犬草根 最终能否进入荣誉殿堂 我们的决定是 有请李警官和女儿李倩 共同走入我们的荣誉殿堂 经过重重难关设置 连人类科技都无法完成的挑战 草根创造奇迹 打破极限 这成绩的背后 离不开李微夫警官的多年训练 希望李警官能将训练群的知识 传给更多的人 协助公安机关 获获更多的案件 维护社会安定 人民安全 好 欢迎回到条件不可能 问一下在座的观众 谁知道在中国 我们有一个特别有名的 深潜器叫什么号 焦龙号 回答正确 焦龙号是在人深潜 目前创造的记录是七千多米 但是前两天 新闻联播里有一个新闻 咱们国家有一款 无人深潜器 叫海斗号 目前创造的记录 是在马里亚纳海沟 下潜深度 一万零七百六十七米 就在前不久 我们接下来的挑战项目是 活生生的 人 在不背氧气瓶 不带任何 防护措施 一个人 凭借自己的力量 究竟能够潜到多深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数据 一般正常人 最多能够承受 五倍的大气压强 也就是水下 四十米左右的压力 但是 我们的挑战者 将会像一个 我们难以想象的深度 发起冲击 而他在那个地方 承受的大气压强 将会超出正常人 将近三倍左右 这是一个 对于人类来讲 已经是一个极限数次了 因为他不带任何的 氧气筒 或者面罩 所以他的难度就大了 接下来 我们带各位一起到外景 见证挑战 大家好 我是强子 现在我们是在 印度洋上的吉利岛 今天就在这里 我们会进行一项 人类关于海洋极限深度的挑战 挑战者来自俄罗斯 他的名字叫 艾利克斯 他和他的家族 都是这个世界上 自由潜水的传奇 下面我们就请出 艾利克斯 哇 漂亮 那么蓝的水 印度洋就是这样 而且水是热的 你好 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大家好 我是艾利克斯 我们今天挑战的项目呢 是自由潜的极限深度 那么今天艾利克斯 你可以告诉我们 你将要挑战的深度 是多少吗 看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 完全知道这个深度 好的 我们给一些时间 艾利克斯 你来准备一下 艾利克斯决定 向自由潜水的极限深度 发起冲击 自由潜水 是指不带任何呼吸装备 完成下勤的潜水 是极限运动中 极其危险的挑战 为了感受挑战的难度 下面将通过一个小的测试 来感受水压带来的恐怖力量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见到的 一个空的一拉罐 还有一个空的矿泉水平 一会儿呢 我会把这两样东西呢 带到水下30米的深度 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水下可怕的巨大压力 外景主持人强子 是一位资深潜水爱好者 取得帕比水费救援 及潜水员资格 他携带气瓶的潜水方式 被称为技术潜水 哦 真的啊 墙子装得还挺像的 我严重怀疑这个人 现在不是墙子 是替身的 你这出于忌妒 忌妒 旁边还有数字 多深了现在 水下16米 矿泉水瓶子已经被击扁了 一拉罐也已经被击扁了 我们清楚地看到 在30米的深度 一拉罐被轻易压扁 在水中 每下前10米 都会增加一个大气压 30米的深度 仅仅是4个大气压的压力 两个瓶子 已经完全被压扁 完全爆掉了 下面的压力非常巨大 现在呢 Alex在做最后的一条西 我们也来问他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们 今天将来的几个瓶子 130米 130米 你确定啊 他说了一个130米 我现在说非常非常的急 所以我知道130米将对几个人类 关于这个长期的 有关心的记录 在Alex下前130米的挑战征途中 将要面临 无数心理和生理的难关 仅凭肺中的一口气 要支持整个4分钟的挑战过程 在下前的过程中 选手要进入 人类似冥想一样的状态 他会全程紧闭双眼 心跳也会降至 每分钟30次以下 当挑战者下前超过100米时 耳朵将会承受 难以想象的压力 必须拥有高超的技巧 才能在运动中 完成耳压平衡 否则将有耳膜穿孔的风险 这将是一次 向着人类极限发出的挑战 Alex能否成功呢 那么Alex是否非挑战成功呢 我们给他一点时间 大家保持安宁 因为他要做最后的挑战 为了记录这一历史性的一刻 我们请来了五个国家和地区的顶级潜水员 组成了一支强大的拍摄和安全保障团队 在此之前 还从没有人对自由潜水的全过程 进行如此全景的记录 挑战开始前 负责拍摄的技术潜水团队 要提前下潜 等待记录Alex的挑战 在最深处的潜水员 虽然身背六支气瓶 有全套器材的辅助和安全团队的配合 仍然只能维持十分钟的有效拍摄时间 这将是一次极为危险的拍摄 下车吧 像美人鱼这样 对 对 Alex开始向人类自由潜水的记录发起了挑战 他的唯一目标就是打破这项世界上最危险的记录 哇 他这个脚谱也是特制的 两个是连在一起 Alex挑战的时间约为四分钟 在这短短的四分钟里 气压会随着深度不断的变化 从一个标准的大气压 骤然增加到十四个大气压 也就是相当于一辆2.5吨的福特锐剑压在身上 人的肺部在巨大的水压作用下会被逐渐压扁至一个拳头大小 而耳膜所承受的巨大压力更是难以想象 在这种条件下 还要保持下潜的速度 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挑战 我们能听到很重的水下呼吸的声音 这是水下摄像师发出来的 挑战者是憋着一口气下去 他要凭借一口气完成130米的深情 我们今天的挑战项目之前的世界纪录是128米 而今天他将要挑战的是130米 在最深处的潜水员虽然身被6只启屏 仍然只能维持10分钟的有效拍摄时间 所有人都在焦急地等待 133米 这个潜水员目前所在的位置是133米 他在等着我们的挑战者能够下潜到他的深度 摄影师前的潜水表显示养费压过高 代表着下潜速度过快的危险性 如果一个正常人在这样的情况下 会直接导致严重的潜水病 甚至面临生命危险 我的天哪 这才刚过一半多 才刚到76米 他要到130米 这真的是向人类的记录发起挑战了 已经不是他自己了 一口气一直在憋着 对啊 这是作为人这个物种 他的肺活量一定是大 是在做一件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 变慢了 他中间可能要调整自己的速度 我看他的速度 他有的时候快 有的时候慢 对 我们的摄影师 在等待这根绳索上面 出现 Alex的身影 哇 焦急的等 来了 来了 一百米 怎么可能 你看没在动了 是 这是他 很慢 我觉得 这像做出来的一个画面似的 像电脑 简直不像一个真实的世界 太棒了 我觉得这真的是 这个挑战的分量 看他动作变好慢 下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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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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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要到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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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调头上去 啊 他还有回去 哇 拿那个 挑战不可能的棋子啊 我的天呐 他的心体能承受这样子 压力 从压力 对 从巨大的压力 到突然压力减轻 太油的真的跟雨一样 她的身体构造 是不是跟不一样了 Alex刚刚创造了 最新的世界纪录 接下来就看她能否安全地 返回海面 这是一段最危险的旅程 有超过80%的事故 出现在返航的过程中 水压的急剧减小 让血液迅速离开心脏 会导致人出现悬晕 晕迷等严重事故 原来这才是最难的时候 下潜只是氧气和体力 消耗的前半程 向上返回的过程 才是Alex挑战当中 极限的阶段 持续运动 已经让他对氧气的需求量 变得很大 此时费力储存的氧气 已经消耗殆尽 随着压力的减小 血液迅速离开心脏 肺部的二氧化碳体积 急剧的膨胀 在Alex身体的内部 正在经受着最严酷的 极限考验 很多深潜者都是在这个阶段 失去意识 甚至发生潜水事故 他是否能够保持清醒意识 成功返回水面呢 在距离水面20米的地方 安全员出发 陪伴Alex完成最危险的出水部分 超人了 超人了 还有五米 四米 三米 两米 太伟大了 Alex成功了 一百三十点四米 一项新的自由潜水的世界记录 在我们的见证下诞生了 这是人类对于海洋深度的 又一次极限挑战 让我们为Alex的壮举欢呼吧 掌声请出我们的深海勇者 Alex Marchanov 耶 我败了 谢谢 谢谢 哇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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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在没有任何这种呼吸设备的情况下 潜到的一个世界纪录吗 是比世界纪录 是的 比世界纪录还要高一点 天 你的肺活量有多大 它是8.5L 如果我用这个技巧 它可以是10.5L 什么技巧 教我们一下 教我们一下 所以这个是全体纪录 我还不能再获得更多 对吗 好 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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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正是董卿盼望的 董卿盼望的 董卿益一直没好意思要求 好 我会把西装脱了 把西装脱了吧 好 好 我帮你吧 take it off take it all off 嘿嘿 谢谢 我的天哪 哇 我的天哪 多久没有吃饭 哇 哇 天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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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它能够在左右两个肺当中 让气体循环起来我感觉 我感觉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那是一个特别的 试试 来扩一下 它能够在左右两个肺当中 让气体循环起来 感觉 它能够在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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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想问 Alex 你是从小就显现出了这种异于常人的本领吗 还是后来经过特别刻苦的训练才得来的 这种天分是遗传自谁的呢 是 是 是 她在海中逃避了她在海中 我做了130m 是她的记忆 我们做了一年之后 法语的海就是 你知道母亲怎么说呢 是一样的一个发音 法语的母亲就是 还有我们的中国字 海就是三点水 加一个母亲的母 所以很多的国家 很多的民族 很多的语言 其实都已经早把这个母亲 跟海扣在一起 你今天给了我们一个 非常棒的理由 你还会再挑战吗 你还会再挑战吗 自由 游泳 我现在没有看到阶段 我会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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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一百三十米的深海 人类生命活动的禁区 Alex通过长期的训练 突破了身体的极限 在海洋深处 真正挑战了不可能 他让我们看到了 人体拥有的无限潜能 欢迎Alex进入荣誉殿堂 挑战的路没有不可能 向前的心不存在界限 长安福特瑞界邀您继续挑战不可能 爆发真实力无惧真挑战 挑战不可能由核桃主领导者 真材实料的六个核桃 独家特约拨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让挑战成就出色 让不可能成为无尽可能 长安福特SUV家族 在挑战不可能中 为你开启无尽可能 爆发真实力无惧真挑战 挑战不可能由核桃主领导者 真材实料的六个核桃 独家特约拨出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感谢北京市丰台区政府 北京圆博园提供场地支持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参与挑战不可能话题互动 为挑战选手发泊助威 欢迎登陆新浪娱乐 新浪新闻客户团 国际在线 扎克新闻客户团 今日头条 蜻蜓FM 一直播粒子直播 人人网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感谢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挑战不可能 下周再见